红海最新利多又拿到了 徽达的大单了 而且这次独家 供货的是徽达的GB200的交换器 昨天终于战胜了 郭台铭创办人的200块钱退休价 今天也很有出息 最高价在往201挺进 但是今天开高之后就回来了 终止日K联红 这一路我们要来问一下 到底红海的200块钱 是新的纪元还是昙花一现 庆龙请您上谈来 一开始庆龙说是新的纪元 此话整说 当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对红海的投资 要抱有这种大展宏图的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千万不要让自己去做小鸟 为什么因为烟雀安之洪湖之至 红海未来的展望 绝对会大到大家的 天翻地覆的想象 那这张图其实是在 我们今年的6月4号 其实当时的祝华也问我说 对于红海的一个看法 因为当时的红海已经从100出头 涨到了170块 很多人觉得红海会持续的上涨 那时候我透过财报分析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我主张 任何一档股票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计算出合宜的企业价值 那我们当时计算的方式就是用2025年 当时所有法人预估红海的平均的EPS 大概落在14元左右 然后给他四个本益笔的倍数 一个是11倍 一个是13倍 一个是15倍 一个是17倍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个数字填上去 大家看14乘上11就等于是154块 那这个价格大概就是红海的一个相对的便宜的价格 然后14乘上13 182 182 那这个就是它的合理价 14乘上15 210 这是210 当时那时候祝华还帮我提醒了 这是不是昂贵价 那另外14乘上17 238 238 所以这上面这个价格 其实就是红海用2025年法人所预估的一个EPS的平均值 然后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合理价的一个分布 那当然是前提是什么 我刚才讲 你一定要有这种抱有大涨宏图的这样的想法 这个是2025年吗 现在很多的股票都涨到2026年了 甚至辉导认为它都涨到2030年的获利去了 所以接下来的台股会有很多很多的企业 它的股价会走到它先前 所以我觉得这个2025年这个的一个价格的区间 大家可以参考之外 那我觉得投资应该可以将眼光再放远到2026年 那这上面的 那如果2026年随着红海的这个获利 如果能够持续的走升 上面这个价格也会跟着变动 好 现在的红海价格我们看到 14乘15昂贵价已经来到了210块钱是昂贵价 今天已经来到了最高201 已经接近昂贵价了 现在还可以买红海吗 当然如果你是短线的 当然不介意嘛 但是如果你打算报个三到五年 我认为200块以上 200块的红海 其实还是一个相对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区间 那除了之后我们认为 为什么认为这一波红海的股价的多头还没有结束 是因为它的月KD指标还没有出现败币 那这张图是红海2016年到2023年的 月KD指标的一个走势 跟它相关的股价走势 那住法你们有没有发现 红海每一次如果股价要结束它前一波的多头的走势 它一定会出现月KD再高档的死亡交叉 举例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红海有一度的股价从七八十块一路的狂奔到122.5块这个过程 那当时我记得很多的投资还持续的这个前步后继的去进场去买鸿海的股票 是因为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当时有一家外资把鸿海的目标价喊到200块 第二个大家心知念知的郭台铭董事长说他不到200块不退休 所以很多人就凭着这股气进场去买 但是他在2017年的9月份红海的月KD指标在82这边出现了死亡交叉 就是这个红色的月K往上由上往下穿越这个绿色的这个月K 那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波段涨幅的一个败比 那确实后来红海的股价从107跌到了波段的低点67块 波段的跌是高达45% 那红海月KD指标其实蛮好操作 你看他在2019年的2月份他的月KD在17这边出现了黄金交叉 后来开启了他股价从72.7涨到2021年134.5 波段涨幅85%这波段的一个长期 那一直到这个2021年的6月份 他的月KD大概在69这边死亡交叉 才结束了这一波的一个多头 然后开始慢慢的修正 但是因为他的月KD没有在80以上死亡交叉 所以他在69左右死亡交叉 所以他修正的幅度也没这么大 对他大概98这边就抵住了 然后一直到去年的3月份 红海的月KD指标在22这边出现了黄金交叉 当时的股价是104 所以如果你红海的操作 如果是波段的操作投资人 你就在月KD指标在低档黄金交叉买进 一直buy and hold到高档死亡交叉 那红海最近一次的是去年的3月 所以他黄金交叉之后 我们看他现在死亡交叉了吗 我们来看他的这个K线图 月线 这个这边是黄色这是月K 然后蓝色这是月低 所以基本上都还是呈现不断往外扩的 所以他这一波大家不要觉得涨得很凶 但目前看起来都还没有任何的一个败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投资人一方面 其实如果你从月KD指标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不认为他这波的多头已经结束了 第二方面 虽然我们从财报分析的角度 我们刚才看2025年鸿海这一波的股价 好像已经快涨到他的昂贵价了 但是昂贵还有疯狂吗 来到疯狂之后你怎么不知道 这一波的AI浪潮会不会把鸿海 2026年的获利再往上推升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投资这个鸿海 如果短线的投资人你想下车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长线的投资人一定要报警报牢 因为他可以带给你一个很大的财富增长的效益 除非他出现了像这样子 再来烦恼 等他出现月KD出现死亡交叉的时候 你再来烦恼 不然你现在所有的烦恼都只有四个字 叫做起人忧天 太好了 就是鸿海怎么样能够报的有底气 报的有安全感 庆隆告诉你了 但是说到了月KD低档黄金交叉 目前大盘拥有月KD低档黄金交叉优势的多吗 对 祝华你可能不相信 现在的台股在多少点 两万两千 两万三 但很多人觉得两万两千点好像是台股的高点 但是我最近在做研究功课的时候 我发现两万一千点 两万两千点的台股 竟然处处是黄金 怎么说 这个主要是我们从每个月月底 我就会统计台股一千七百多家上市的公司中 有多少档的股票 他们的月KD指标出现了低档的黄金交叉 那这张图是从一月份到五月份 这个呈现低档黄金交叉的加速 跟大盘的一个相关的位置 那蓝色的这个柱状就是呈现低档黄金交叉的加速 比如说一月份 当时呈现低档黄金交叉是53加 那时候指数在17889点 二月份56加 指数在18966点 在三月份台股来到两万点的时候 那时候的月KD在低档黄金交叉的加速 只有53加 所以那时候看起来还没有这么觉得台股出处是黄金 但是珠华你们观察到 四月份台股呈现低档黄金交叉的加速 竟然来到79加 就跳增了 而且来到五月底的时候 呈现低档黄金交叉的加速 竟然跳到111加 难怪你说处处是黄金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呈现月KD在低档黄金交叉的加速 代表了台股有可能是处处是黄金 就回到我上面那张 鸿海的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鸿海是2023年的三月份 月KD在低档黄金交叉 代表是什么 代表它前一波的下跌走势已经结束 即将有机会开启一个中长期趋势 由原本的下跌转往上涨的一个内容 虽然鸿海开始上涨是一年以后的事 但是它确实就是结束了前一波的空头 然后开始进入一个横盘的整理 在整理的过程中 它是不是就是处处是黄金的一个条件 所以现在的台股 我从盘面上来看 既然有111加 跟去年的鸿海一模一样 当然就支持我认为台股现阶段 处处是黄金的一个看法 那除此之外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111加我们统计的 有排除了KY的股票 排除了TDR的股票 排除了债券型的ETF 排除了杠杆型的ETF 排除了返向的ETF 排除了ETN 然后我们ETF的统计放宽到40以下 那呈现出我们上面这张图 所呈现出来每一个月月底 月KD在低档黄金交叉的一个加速 好 等于说现在有111加的鸿海 跟它一样有优势的 来 我们来照照这个 月KD黄金交叉的黄金列车 目前在列车上有谁 对 那基本上股票加速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基本上 其实我为了要方便投资人更聚焦 那ETF加速就少很多了 所以我就特别这111加的 这个低档黄金交叉的标的 有123456 6档是ETF出现低档的黄金交叉 所以ETF操作也可以如同像个股的 月KD低档黄金交叉来操作吗 对 那差别是这个个股的 个股的低档黄金交叉 我的定义是在25以下 那如果是ETF只要40以下黄金交叉 基本上我就会列入到 我的一个观察名单 那目前近期如果出现月KD 指标在低档黄金交叉 而且到5月底的低值 还在40以下的 有这上述的这6档 那第一档是这个00899FT捷径人员 那6月18号的股价在17.33 那第二档是00902中性电池及雏人 它的股价6月18号还蛮便宜的 只有9.51 那刚刚刚他讲会出现低档黄金交叉 就像我们导播秀的这张K线图 就是已经跌了一大段 跌了一大段 才会有出现月KD在低档的条件 比如说像这个00752中性中国50 这顾名思义就是投资中国的 前50大市值的公司 我来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00752你说在高档已经拉回来 会出现低档黄金交叉一定是 你看像00752 它从36.42 一路的跌跌跌到13.5元这个价格 这个已经腰斩了一半 还不够再给你多跌5块 然后像进入到一个横盘整理 这很像之前鸿海从上面跌下来 然后开始横盘整理的过程 然后它近期的月KD指标 出现了这个低档黄金交叉的状况 请问我来挑战一下 因为在这一次也曾经出现过一次 在KD低档黄金交叉 这一次反弹并没有成功 所以第一个出现这样的讯号之后 我可能要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节奏 来操作这种已经跌很深的一条 其实它就是要有耐心 就是判断 它只能告诉我们判断 它前一波的跌是可能已经结束了 那至于它整理多久 那就必须得搭配当时的一个状况 那基本上我们投资要赚钱 就是买低卖高 什么时候会有低点 只有股价在跌的时候才有低点 那什么时候会有高点 就股价在涨的时候才有高点 我只是透过这月KD指标告诉大家 在五月底的时候 即使台股已经来到两万一千点 还是有非常多像这样子的股票 有111档 跟一年前的时候的红海 是一样的从高点跌下来 然后盘整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投资人 不妨可以多花一点心力 去研究现在这个处处是黄金的台股 有哪一些的标的 除了这上述的ETF之外 还有不少的一些潜力好伪都是 月KD指标在低档的黄金交产 OK 太精彩了 谢谢庆龙 请先回座了 休息一下AI下一波涨 谁关心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